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礼貌 然后读书读得不错 然后很自律的一个小孩 页岩妥松康在好友 孙捧与迪音的儿子孙安佐 在美国遭到逮捕后 率先跳出来为他缓家 演艺圈内许多大咖艺人 也纷纷跳出来为孙安佐教区 不过也不禁让人怀疑 大人一味的为小孩护航 是否是对的行为 人情意义来讲 那是他因为他是朋友的小孩 但如果是就一个公道来讲 不管是谁 只要犯了法犯了错 他就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个时候不是说 因为他很乖 因为我觉得你很乖 所以你就可以杀人吗 因为我觉得你很乖 你就可以强暴别人吗 那是两码之事 专家坦言 隔膊向内弯 是台湾社会的普遍价值 就连法官在裁量判决时 也会以犯后态度良好 拒毁抑或有交化可能 作为情判一句 不过专家也警示 这样的判决结果 会导致台湾人到国外 侵视手法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些 智慧 有的时候可能不止 不仅只是 这个书本上要教的 这个父母亲 或者父侄辈 这叔叔伯伯 你们演的戏也很多 其实可以让这个孩子 更有智慧一点 父母或亲朋好友 为年幼者开脱或宠溺 固然是人知常情 不过事后要如何教导孩子 坦然面对错误 并从中学习 甚至接受法律的制裁 进而走上正确的道路 才是后续最重要的课题 欢迎新闻 柯华明定上陈台北报道